我們看到老師所提到的部分 中國反而放任了這些 他們的這些民眾狂慌 慶祝 哇 還有這個店家這個布條說 因為慶祝買一送一之類的部分 所以也請教老師 這樣的事件 我想未來如果持續在發酵 雖然老師所說的 就中共其實就是間接地釋放出做得好 做了我想做的這些事情等等 這部分到底未來會產生 不管是中日或者是我們談到的 這個台日之間這些變化 老師 您怎麼看待呢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就是中共 他現在放縱這些粉紅人群吧 就是對安倍一次 表現出來的這種狂歡行動 他其實從反面 他證實了安倍的一個政治成果 就是安倍實質上 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線 對中共的打擊 對中共的這樣的一個遏制的力度有多大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就是 連中共官方他自己都不怎麼去隱晦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知道安倍的政治路線 他其實在日本並不是說 是一呼百應這樣的一個局面 對吧 也有很多的這個是有爭議的 包括這個在他的這個黨內 都有很多人他其實是不太贊同他 甚至是反對他的 但是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什麼呢 就是安倍可以說是日本 他從這個二戰以後的一個戰敗過的身分 他從這個地位再開始走向正常化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的 他是一個奠基者和推動者 這個領導人 那麼這個政治遺產 他就等於是重塑了整個日本的國家身分 和他的國際地位 所以現在中共對安倍遇刺 搞這種落井下石的動作 他實質上他就不是針對著 安倍一個個人了 他其實針對的是日本 在開始走向正常化的這個轉折期 非常敏感的時期 他給予了一個非常侮辱性的刺激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可以 我們用就是大眾比較熟悉的一句話 就說這個可以說是中共 在針對著日本人的一個日本夢 進行侮辱性的這種打擊 日本夢我們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日本不管他是哪一幫哪一派 其實整個日本國民普遍的 尤其是這個走到今天在二戰以後吧 很多的日本人 大多數的日本 他們其實都是有這麼一個疏願 就是希望日本終有一天 能夠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正常地融入這個國際社會 而不是說是永遠地要背著一個 這個戰敗國的這麼一個身分 或者說是受到很多的 你就是不能夠履行很多正常的 這種政治義務 甚至包括自己的這個軍事義務 這麼樣的一種一個社會地位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從這次中共 所縱容這些粉紅言論 它其實可以說是另外一種 變相的一種戰狼言論 那麼這種言論它帶來了一個負面影響 對這個中日關係來說 我覺得可能在官方層面就是說 也許中日之間它會繼續保持一種客氣 繼續保持著外交辭令 但是實質性的中日關係 它一定是會迅速地惡化的 我覺得這是在不久的間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看到日本 比如說在釣魚島的問題 在台海的問題 包括在南海問題等方面 它會變得更加地強硬 包括過去日本對中國大陸 就是提供了很多的經濟和技術的支持 我覺得它都有可能會出現大幅度的萎縮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最新的一個例子 就是台灣的副總統賴清德先生 突然到了這個日本東京去進行訪問 這個動作我覺得它是非常的不尋常的 因為賴清德他是放下了 所有的臨時取消了他在國內的所有的議程 然後突然去飛復東京去訪問的 這個就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日本應該是給予了賴清德 給了他一個非常迅速地 就給了他一個外交的簽證 然後使得這個賴清德 他可以就是進入到日本去進行訪問 雖然日本官方的名稱是說 說他只是以私人的身分 前去對安倍進行一種吊唁 但是誰都知道 因為賴清德他的這個官方身份 非常的敏感嘛 他到這個安倍的這個府邸 去進行吊唁的時候 當時是台灣這邊駐日本的這個 就是經文書的代表是吧 謝長廷 我就是陪著他一塊兒去的 所以從這些跡象上面來講 包括我看見台灣媒體甚至也有報導說 其實賴清德他是以這個 蔡英文的這個就是訪日的特使 他其實是這麼一個身分 以特使的身分去的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上面講 日本其實他是打了一個擦邊球 這種擦邊球也就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可是就是日台斷交的50年 對吧 1972年日台斷交 到現在已經是足足50年半個世紀了 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 賴清德以他這樣一個 副總統級別的官員去了日本 儘管是說是以私人身分 我們都... 我們其實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就知道 過去就是這個李登輝時期 包括這個蔡英文時期都有曾經有這個出訪 是吧 出訪這個中美洲 然後過境美國 哪怕只是過境美國 借用過境的這種機會 簡單的發表一些這個演講 說幾句話 中共都會非常的反應非常的強烈 他都覺得這個好像意思就是破壞了什麼 這個一個中國的原則等等 更何況現在賴清德這樣說 他還不是過境了 他就是明馬實駕地 非常光明正大的去了這個日本 是這麼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本身 你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 在我看來他已經就是這一次 中共針對著這個安倍遇刺這個事件 所做出的這種輿論 給予的一種回應什麼呢 他的實質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他其實已經在開始 用一些實質性的動作提升 進一步地提升這個台日關係 而提升台日關係 這個對中共來說 可以說是刺激性最強烈的 對 這我想後續都會持續發酵的部分 老實講這個去 我們剛剛提到賴清德過去感謝 悼念 對大家來講說這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如果中共要抗議 大家找著這一理由 我想可能反過來 會讓日本的民眾覺得不諒解 覺得你到底在抗議什麼 這個大概也是我們談到 當然大家在政治外交上的 這些相對角力 老師剛剛有提到印太戰略 這些架構的部分 是他最早的構想提出 大家都很好奇這些框架 這些架構 他所提到的這些安倍的 過去的這些路線 大家就很擔心未來會延續嗎 會不會因為他的離世而有所改變 或者反而是大家會依照的這些 所他所設定的這些議題的一些框架來走 當然剛剛談到對中國的影響 大家也好奇對台灣在這部分來講 未來可能會產生哪些 連動的一些影響 是不是也請我們唐老師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覺得其實針對就是安倍 一次這件事情 他對整個印太戰略 包括這個跨的是不是 這個四方對華機制等等 包括整個這個台海 這個日本的這個擠放的關係 他的影響其實不會太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就是剛才我們其實有提到了 安倍他可以說是印太戰略之父 他是最先提出這樣一個概念的 而且就是包括這個美國為了圍堵中共 我們就知道他現在推動了 其實在整個印太地區 就是兩大支柱 一個就是印太戰略 其實這個印太戰略也包括了 這個經濟方面的 就是印太經濟框架 這個是屬於經濟和政治層面的 另外一個還有就是軍事層面的 意義更大的 就是四方安全會談這個跨的機制 就是這兩大支柱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都是安倍最先提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大基石 他就奠定了安倍的一個歷史地位 可以說他是奠定了安倍政治路線的 一個歷史地位 這個歷史地位就相當於是 安倍的他這兩大基石 他可以說是整個新冷戰 新冷戰的重要的一個奠基人 只不過是因為安倍呢 因為他為人他是比較免離藏征 我覺得安倍他真的是就是 在日本這個近代史上 是比較少見的一個首相 就是他雖然日本以這個戰後的 這麼一個戰敗國的一個 背著這麼一個包袱 但是其實安倍所做的這個內政外交 他其實是比較有大國風範的 就是剛才你也提到了 他其實出訪了相當多的國家 他的視野不光是局限於 在日本 東亞這麼一塊地方 他其實是擴展到了整個印太 而且整個印太戰略 我們知道他現在已經外溢 到了整個歐洲去 連歐洲的 連北約 連歐盟 都在開始討論 就是他們要怎麼樣參與到 這個印太戰略框架之中來 所以你想這樣的一個框架 它其實帶來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它已經都不是說是 換句話說它一旦成新以後 它不會說是因為某一個人的 他的這個離去 它就會出現一個重大的這個轉變 或者說是受到一個重大的影響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都說 這個印太戰略我們看到他現在已經成為美國兩任政府 是吧 前面是川普 現在是這個拜登 兩任政府的一個核心戰略了 而且反過來我們看到現在 這個由於安倍的遇刺的離世 它反而是還起到了一個促成的一個作用 是嗎 就促成日本在整個印太戰略之中 去扮演一個更為重要和主動的角色 就是日本參議院剛剛這個選舉結果 是吧 就是整個這個自公聯盟 就是執政的聯盟 他們拿到了整個參議院超過三分之二的 多數的席位 他就已經達到了修憲的標準 我覺得這個結果可以說 它就是一個標誌性的 它就預示著安倍的離世 其實對整個日本正常化 這樣的一個政治路線 包括日本在整個印太戰略 印太地區的一個國家地位的影響 它不是削弱 它反而其實是加強的 因為就連中共的這個黨媒 我們看到這個像《環球時報》 這樣的一些這個煽動這個民族情緒 最激烈的 是吧 這樣的一些報紙 他現在今天都在發文章 都在說這個話就是說 未來的日本很有可能會變得 更加的這個右傾 會變得更加的強硬 當然他的什麼用詞 就是說日本可能會變得更加的具有攻擊性 其實我覺得他反過來 應該他其實說明的就是說 安倍的離世其實導致整個印太格局的變化 帶來的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 中共很有可能會面臨一個 更加強硬的日本 換句話說 中共它現在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我們都知道在此之前 中共它自己定位 它的這個外交的政策的重心 一直都是美中兩方的 尤其在這個亞太地區 對吧 只是美中兩大國的一個競爭 處處都是以美中競爭來定位的 但是我覺得從現在開始 如果說一旦日本修憲成功 這個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只要日本修憲成功 那麼我覺得其實中共 它的戰略會發生變化 它不是說是美中之間的一種戰略競爭 而是會變成中共和美日聯盟 之間的一個這個戰略競爭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覺得台灣它可能會獲得 一個更加強有力的支援 對